欢迎收看晚安台湾 我是张宁 今天开始要带您关心到 高铁耗制异常导致大污点 今天下午4点多 台湾高铁在南港站到板桥站之间 疑似因为电力系统跳电 发生了耗制异常 区间内共有6班列车一度暂停 影响到其他列车严重污点 虽然说在晚上6点紧急完成了修复 但是还是让不少周五晚间要搭车的旅客 急报车展 高铁票闸口前满满人潮 列车误点民众大包小包 在现场苦苦等候 5号下午4点27分 高铁南港道板桥站之间 疑似因为电力系统跳电 导致耗制系统异常 一度造成6班次列车暂停行驶 还有列车延误时间超过一小时 高铁紧急派员抢修 等到晚间6点05分完成修复 我在这边等大约半小时 现在我的车还没有到 快半个小时有了 对号座就依序上去 他们叫号这样子 我怎么多人 我就是也是写自己的 这世界未定的 适逢周五台北车站搭车人潮众多 直到晚间7点 都还有大批旅客在现场 等待池来的列车 高铁也公告受这次事件影响 延误到站时间超过半小时的车次 将退还一半票价 延误到站时间超过一小时的车次 票价将全额退还 对于行程受影响的旅客 只能道歉再道歉 记者桃圣云林宇台报道